现在我们行驶在兴凯葫芦,正前方就是大花瓶 我们去一个小区叫银河海景玉花园 银河海景玉花园,这名字写得多好 过去这个皇帝的私家花园 小区挺美的 这小区,它的西门进来 咱们看看它的景观带吧 这一道就是它的景观带 从南到北一直贯穿着 这张美的 咱们今天要看到房子去 咱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小区的东南角这块地方 东南方向 这边也是北京的车多一些 北京车多一些 也有山东的 大部分就是北京车吉林的 天津的,两辆天津的 咱们过来看看,看哪一套房子 这道房子呢,这个小区应该是他们的别墅后面的第一排 这个楼层高是六层 再加一层,隔楼是七层 咱们看的房子在第四层 这是单元前面啊,这些植被吧 再看一下 这是什么树啊 这个树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啊 哦,我知道了 这个是什么呀 这叫紫围呀 紫围 咱们现在到这房子看一下啊 房子已经开了门了 这是东户啊 一个东户 一看就是金装秀啊 这是一个三居室的房子啊 三居室的房子啊 咱们看看 一进来以后这边啊 左手这边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啊 这些都是新配的啊 这些柜子啊 这些都是新打的 看这窗户 也都是新换的赵小礼吧 应该是啊 这房子大小是101平啊 101平的房子 这是东方啊 这个是个小卧室啊 北面的小卧室 嗯 放了个一米八的大床吧 非常敞亮啊 这那边看那边山是 应该它后面应该是多夫山啊 但从这个地方呢 只能看到咱们的 叫做残路山啊 就是我们 我们那块的山了啊 我们台阳立湾那边的山 然后再过来看看啊 然后再过来看看啊 它的这个 是东边的啊 东边这边啊 看一下啊 这块地方呢 是咱们 地势比较高啊 是咱们 卢山市政府的预留地 政府的预留地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咱们 佛罗东海的皮草城啊 这我才拍的这个 叫做鹅品啊 小白花鹅品一够呢 就在这个位置啊 就在这个位置啊 就在这个位置 这不是套丸吗 套丸的一个气口门啊 很近啊 这边就是佛罗东海的房子了 那 皮草城这个地方 然后再开着这个房子啊 这大客厅 和餐厅连在一起的 然后再看看 羊面啊 这边是一个卧室 一个卧室 这个窗户太 太亮堂了 非常亮堂 这么大一个窗户 高高的啊 就是出了一个窗户 出了这个这个窗户门以外啊 这就是一整张玻璃这边啊 紧挨的皮草城嘛 啊 然后那边啊 就是咱佛罗东海的 不 应该是佛罗东海的景区里边了啊 景区里边啊 这些建筑 前面这两栋啊 是都是这个小区的 叫花园洋房啊 呃 然后这是第三排 在这个小 整个小区是第三排 它应该是多层里的第一排啊 啊 那从这看 非常宽敞的房子 啊 这边还有一个取暖用的 然后再过来看看 它的另一个 卧室啊 另一个大卧室 南面的卧室啊 高右 也是啊 看这个玻璃就舒服啊 中原一栏特别大的玻璃 两边两扇窗户 啊 透的细 浮游东海 假如站 看 看这下面呢 下面一楼人种的花 种的地啊 整个小区 原来海景一花园的小区啊 这边阳台 这个阳台 它这个阳台应该是 都是属于是 封闭式的吧 它没有像别的那种 都是蓝点什么的 这边也是个取暖 一个小取暖器啊 冬天入住 成年体 然后这边是一个卫生间啊 卫生间 还配了一个洗衣机 超明 这都是新的啊 这都是新的 一看就是新的 嗯 就这么套房子吧 啊 感兴趣的朋友啊 可以直接和房东联系啊 这么大的房子啊 位置相当好啊 因为咱们那个 挨的政府遗留地 这个可以想象啊 这个政府 能选的地方 一定是非常好的地方 再环顾一周吧 环拍一周 就这么一个房子 要说缺陷 大家也有缺陷啊 这个楼层稍微高一点啊 但是比较适合这个中年人啊 这个来居住啊 年轻人就更好了 啊 然后就下楼道了 这楼道都是大理石的面啊 不锈钢的扶手 非常棒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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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